香港地,什麼都要快 你看我平時轉數這麼快,說話更快就知道了 一天說九組戲,一晚追上五季我偶像的韓劇 其實不難 但那天午飯時,我去銀行時 竟然遇到一件快到我都嚇到的事 是這樣的,有位阿太拖著行李箱急急走進分行 職員那句歡迎光臨恆生都未說完 她已經立即遞了電話給櫃台姐姐看她的A-Ticket 說自己參加了日本旅行團,上旅遊巴,去機場 但中途發現自己還未搶錢,並沒有帶提款卡 哎呀,工作人員又厲害,笑容超有心機 跟她了解回事,看看怎樣幫到手 然後那幾分鐘呢 全家行都知道阿太準備去七天東京 駐三晚酒店,兩晚民宿 weekend 還要去東京迪士尼同行有她的女兒,她老公和奶奶 她奶奶有心臟病,不玩得機動遊戲,但女兒就想去富士急 最緊要看看居住屋還在不在 因為那裡是她和她老公相識的地方 而今年就是她們結婚的30周年 但是...她說了那麼久,還未說自己想唱多少錢 我嗓到職員把口很有禮貌地回應阿太 但雙手呢,同時快到模型地數一搭搭的日圓 阿太一話要多少錢,9秒9數齊 乘搭銀紙遞給她,還要雙手比 呼,搞定! 阿,這個女孩聰明得來又不招職,有前途 如果不是她快手快腳 隨時乘團人飛機都上不到 果然天下難題,唯快不破 除了快,還要順和 一間這麼大的銀行,靈活又以客為本 自然令人有百二分的信心 不愧為日久見恆生 想感受百二分的Sweet 聽我們夫妻說故事吧